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霍建华 外表军朗帅气的霍建华曾是台湾人气偶像明星 接连出演了摘星 海豚万恋人 千金百分百等多部红极一时的台湾偶像剧 随后他选择只身敞荡大陆娱乐圈 不断拓宽戏路挑战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 现代剧 古装剧 喜剧 悲情剧全面开花 在东南卫视即将播出的电视剧《新一简梅》中 霍建华更是出演文物双全的男主角赵石俊 而支部悲情大戏正式翻拍二十多年前家喻户晓的经典剧《一简梅》 当年寇世勋饰演的赵石俊一角早已深入人心 一心寻求突破演技的霍建华有没有信心超越景点呢 霍建华这回在《新一简梅》当中饰演的就是当初这个男主角赵石俊这个角色 是寇世勋老师演的那个角色 可能这段时间在宣传这部剧的时候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问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因为他曾经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剧作 所以大家可能就会问你说 你会不会自己给自己制造一些些的压力 我不会 本来我是不太喜欢演翻拍的东西 原来是抗拒的这样的 对 因为我觉得你怎么演 就是说第一版的永远是最好的 谁先出来谁最好 因为他是最原始的 还有给观众第一的印象 是最深刻的 但是后来想一想 这部戏找我之后 我想可能很多人对赵石俊这个人物 并不是很理解吧 也不太有印象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不像好像许文强还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初语将他有一个既定的印象 是很明显的 你马上想到那个形象 但我问你赵石俊是什么形象 你可能不见得马上能够很具体的说出来 那我就觉得说也可以尝试一下 创作一下 就是说他还是很有发挥空间的 对不对 还是有些空间的 所以那你为这个角色有加入一些自己特别的设计吗 基本上有挺大改动的 可能剧情上跟旧版的挺不一样的 所以我就建议大家当一个 从新的一个新的剧来看 这部戏有许多的创作空间 因为导演是一个蛮开放 蛮开通的一个人 也喜欢大家 这部戏的演员大家也喜欢一起聊戏 所以常常会一场戏我们做一些很大的一些改动 听你这样讲起来 应该演这部戏还是很过瘾的是不是 还行吧 还行 其实是还行 那有没有自己印象当中觉得拍的特别过瘾 特别满意的一场戏 我 特别满意的没有了 因为我 拍到现在我不会觉得 从来不会对自己满意 真的 这么严格要求 也不是要求 就是 演员吧 应该是永远 永远 无止尽的去学习 我想 对啊 所以我不会特别满意哪一部戏什么 我永远都觉得 我的下一部戏是更好 下一部作品会比这一部更好 但是其实我知道你有对一种类型的戏 其实是特别擅长的 甚至是很出类拔萃的 因为好像听你们剧中的另外一位演员乔任良爆料说 这个你常常自夸啊 说你的吻戏全中国没有几个人能够拍拖你的 是真的吗 没 这样讲太过分了 就是说 应该这样讲 我不怕 我不怕生 不怕羞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我随时可以 就是说 更不熟的也可以 可能也是就是说 这些年来 这些经验也多了 然后 我觉得这也是演员的工作的一部分 你不应该觉得它是一个 一个 觉得害羞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 我必须要去 去做的 对 所以 没有什么好不好意思 这跟我写相当中的你不太一样 因为你是摩羯座嘛 对不对 因为在我印象当中的摩羯座的男孩子应该是比较内向的 可能不是特别擅长一下子就跟大家打开心房的那种 然后所以你刚才说你碰到陌生人的时候你也完全不畏惧 这让我很吃惊 可能在那个工作环境了 例如说但是如果现在在私底下环境你跟一个女孩子说那我跟你接吻 那就有问题了 但如果是在一个剧组有机器啊有灯光啊所有工作人员都在 那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因为我们在工作 是吗 对 都不需要一些心理建设吗 或者说前妻跟你这个对手系的这个女演员沟通一下 会沟通一下 对 通常都怎么沟通呢 如果她有经验的话我就跟她讲说你忍耐一下我们一条片 这句话讲的你忍耐一下 感觉像受刑一样 也就是说我的意思就白话一点讲就是我们都放开一点一条过 就不要弄了两三条就太辛苦了太累了 反而演不出感觉来了 那然后我听说是剧中的两位女主角就吕一跟这个刘云 他们的银评初吻都是献给你的 对他们两个是第一次 那你是他们的老师啊 也不是就是他们是特别 可能我们自己下关系都不错 然后他们也很相信我 所以他们拍出来都不像第一次 好像很有经验 像吕一 刘云好像很厉害 老师教得好 那你的音频出文献给谁的 我啊 我忘了 你怎么可能忘呢 这应该很记忆犹新才是啊 我相信第一次拍这种戏肯定 都不太好还是心里会很忐忑的 我不记得 是拍偶像剧的时候吗 好像是吧 对啊 2003年出道第一年 霍杰华一口气就接演了七部偶像剧 上演了众多的激情戏码 或许他真的已经分不清没唱戏 才是自己的迎评初吻 而一年接拍七部戏的记录 至今也无人能破 最夸张的是他曾经同时拍摄四部戏 早上六点起床 凌晨三点收工 每天只是两三个小时的日子 虽然痛苦 但也是最大的收获 刚出道嘛 所以需要很多的经验 然后有人找你拍戏你应该觉得很开心 所以那时候也不会觉得 也都过去了 也不觉得 现在想起来觉得有点可怕 不过 那个时候当然也学到很多了 就从完全不懂拍戏这个行业 然后连续拍几个戏 都大概知道作业流程是怎么样 所以那时候真的开始进入这个行业了 但在那之后呢 你又突然来大陆发展了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霍建华好转型了 就开始不再演偶像剧 开始接触的这种类型的剧 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出于这样一种选择 那时候也是因为想多接触一点 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湾拍的话 可能合作对象很有限 就是几个人而已 都很熟悉了 然后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给我 然后就觉得说我应该 你看一下 多看看 然后多接触一些不同的题材 而不是局限于只有 轻轻爱爱这种东西 希望多看一些 然后刚好有个机会来拍古装 古装我都没有拍过 但是第一部古装虽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挺好玩的 有很多的发挥空间 然后还有男孩子 你可以拍一些武侠的东西 我觉得特别 一般都会有这种体验 对 会有一些的 但有的时候会不会突然想起来说 当初不演偶像剧 然后不做偶像还挺可惜的 因为在大家印象当中 当偶像很好 你看很帅 然后大家大众 没有那么多粉丝追随 对不对 会有这样子一丝的念头闪过吗 没有 不会 不适合 第一个我个性上就不适合 我不属于可以 不属于那种可以迎合大众的 口味的那种人 我不会为了观众喜欢我做什么 我不会的 我只会为我自己喜欢我做什么 所以我很难去迁就这种事情 荧幕大明星为何忙这些 买面 买饭 买冰榔 买饮料 入戏太深 霍建华恋上女主角 你杀亲的时候很难受 对 正值空窗期 霍建华不排斥 阴系结缘 缘分到了 你可能也 就无法抗论 别走开 下期更远 各位好 欢迎主持来到游 赛企运动学服 独家冠名播出的 娱乐乐翻篇 我是甜心 那么今天呢 这个心意减眉的男主角 就做客我们乐翻篇了 欢迎霍建华 你好 大家好 霍建华 不论你介不介意一谈 就是在你正式出道之前 其实你还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助理 就是艺人的助理 那段时间的生活 又是怎样一种状态 应该一般人会很好奇 你当时跟的是哪位艺人 台湾的 平常你的工作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买面 买饭 买槟榔 买饮料 就是买东西吧 就是买家 跑腿 跑腿的嘛 然后帮他做一些生活琐碎的事情 然后安排通告 什么的 我最后脑海突然出现个画面 就是 我脑海长得比较破大 然后可怜的郭建华同学 趁机把伞去买面 还没有伞 真的 没有那么好待遇 有这么惨吗 其实刚才你有说到你的性格 就是并不是会为了迎合观众的需要 然后改变自己的一个人 所以我就想说 那你这样的性格在娱乐圈 会不会有的时候也经常碰钉子 有的时候会不会想说 我的这个性格好像不太适合娱乐圈吧 有这样想过吗 我本来就不适合 我也不避讳的时候 真的 好厉害 了解我的人知道 对啊 我第一个我不爱应酬 对啊 第二个我 我不是太会 太喜欢说假话的人 但是 我是做演员嘛 我不是 我是去演别人 我不是演我自己 所以没关系 我可以保有我的性格 但是我演绎的是 别人的人生 别人的性格 没关系呢 不冲谱的 可是问题是 如果要成为天王巨星 有的时候可能 就不能拒绝绯闻啊 不能拒绝 就相关的一些宣传的曝光 对不对 那你难道都没有这个企图心吗 就想说 我要真正的做上天王巨星 我没有那么 那么大 对 我能够做一个 大家觉得 不错的演员 我觉得很开心 不要要求那么高 每个人都要做天王的话 那满街都是天王 就没有意思了 就不会显得那几个人的珍贵 有的时候 比如说看到 跟自己同时期出道的一些艺人 人家现在天天在报纸上 出现他的相关新闻 或者说他现在可能 已经走上了这个巨星之路了 然后心里都没有一点点的 这个小小的这个不平衡 你说谁 我好像周边没有这样的 真的吗 就是说你在同时期出道的艺人当中 你已经是出类拔菜的 是不是 同时期应该 我是最好的 我真的发现你是个很直白的人 我说没有这样的人 你说客道话也可以吗 同时期我算是当演员 当的蛮踏实的 对 你这让我跟什么 好像天啊 但其实我有看过你说的 就是说 你觉得最刺激的事情 就是当艺人 所以我会发现 虽然你说你的性格 不适合娱乐圈 但其实你在这个行业当中 你还是应该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对不对 当然了 就是说演绎别人的人生 我觉得挺快乐的 因为相对来讲 不管我喜不喜欢那个戏 喜不喜欢那个角色 但是总是可以得到一些东西的 可以体会很多不同的人生 悲欢离合 我生活中也很平淡的 所以如果在戏里面可以多一点这个 也是丰富的生活 又可以赚钱多好 对 在自己的职业当中寻找这个精彩 好丰富 真的很不错 一举两头 像说还可以赚钱 那我想说这样的快乐 还包不包扩交到好朋友 因为有的时候 经常会跟不同的 之前没有合作过的 戏业员合作之类的 然后因为一部戏大家结缘了 有 但是不是说那么多 当然也会有磁场不对那种 也会有 但如果碰到跟你性格相 相投的话 你会特别珍惜 特别珍惜跟他在一起演戏的时光 都有谁 就因戏结缘的好朋友 大概都会有谁 真不多 为数不多的那几位是谁 这么的幸运 没有 缘分吧 不多 反正不多 不多应该会记得 我不想讲可以吗 你主要是不想得罪那些 是不是 没有讲到全部都是不活的 好 我来当坏人 我帮你把这句话说出来 那其实跟你曾经合作过 那些女演员当中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说 很有印象 然后就觉得合作特别愉快的 都不错 合作的女生都不错 都不错 秦岚 孙力 都是特别好的 是我 都欣赏他们演戏的 会欣赏的 因为之前经常会有听说啦 就是说演戏呢 因为为了角色你肯定要做投入 对不对 那所以有的时候 假计真做 那这样的事情可能就会难免出现 你自己曾经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那是那个刚出道的时候会 就是要投入 就真的把感情放进去 因为那时候没有技巧 你只能就是 剧本说你要爱一个女人 真的去爱她 因为你没有技巧 那现在当然说 你拍多了会有一些技巧的 学会就剥离开了 对 收放的问题 以前就是 你刚出来就应该很投入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不是投入就好看的 对啊 但是要有一个技术性的去做吧 对 你刚才有说到 就是说当初刚刚开始拍剧的时候 真的就有投入了 然后那后来怎么办 就真的就是那段时间 就把感情放进去了吗 就喜欢上对戏的这个女主角了吗 对 所以杀金的时候很难受 对 那又怎么办 总会过去嘛 对 那难道都没有曾经想过说 那索性就继续下去啊 发展一段好恋情啊 不会 都不会吗 这么理智啊 不理智 演员应该理性跟 感性跟理智是要同时具备的 你不能太感性也不行 太理智也不行 我应该是两者都综合一点点 所以当戏杀金的时候 你的理智又占上风了 对 而且你拍多了 现在就 知道收放了 不会有那个问题 对 虽然霍建华没有透露 让他心动的对象 但是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他刚出道时 对戏的女主角 有西街少年的王兴玲 千金百分百的陈乔恩 海豚湾恋人的张绍涵 桌头中的关志玲 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位哦 那如今演戏 收放自如的霍建华 会不会期待英系结缘 在合作中 遇到自己的心动对象呢 那以后 你觉得也不太有可能 或英系结缘这样子 可能性出现 那很难讲 也许也会有 对 不排斥对不对 不能排斥任何东西 对啊 男女交往只要是正常的 怎么可以排斥 不可以排斥 对不对 对 你不能说 我不要英系结缘 我是说我现在 可能不见得说 想要跟一个 跟我同行的人交往 但是缘分到了 你可能也知道 就无法抗拒的 这些东西很难去预测 对 但是目前为止 但是还是没有女朋友的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呢 现在还没有 所以就等待下一部戏吧 不是 不是 这是缘分 就不能太强求 太强求 好 而且 对 赛奇为梦想奋斗 欢迎来到 时尚潮人环节 那么昨天获得 时尚潮人超红的明星呢 就是王子 恭喜首线号码 为13T 尾号是7565的朋友 你将获得 要赛奇运动鞋 付提供的 新美运动装备一份 以及大嘴巴的 亲比全民CB章 今天我们提供的 时尚潮人的 候选人名单呢 已经出现在屏幕上了 他们就是霍剑 华在四部剧当中 饰演的角色 A 心意解媒中的赵石俊 B 地下铁中的陆云祥 C 天下第一当中的 龟海一刀 B 五十郎中的 李亚兽 小伙伴节目当中的 时尚潮人选 告诉我们 这样呢 就有机会获得由 赛奇运动鞋 付提供的 精美运动装备一份 以及大嘴巴的 亲比千名子李章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非常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天心 我们下午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